歡迎來到新野Vlog 我是新野 今天我要騎著MT-15去驗排氣管的噪音 上一手的車主是在我們過戶的前幾天 騎車出去的時候被環保局機察人員跟警察在路邊攔查 然後他的排氣管那時候有改一支紡蝎子管吧 總之呢就是被撤出來噪音不符合這個規定 然後就被桃園市政府環保局開了一張要覆驗的這個公文 那公文上面其實有明確的指出說你的噪音分貝值是多少 而且呢有行文規定你必須要在指定的日期內完成複檢 否則的話就會依據法令然後開出罰單 那我接到這個公文之後其實已經是在交易 就是這個車子過戶到我名下一陣子喔 那前車主其實那時候也有明確的告知我說 呃他有被開了一張這個要覆檢的單子 但因為當下其實公文不會那麼快就寄出來 所以我是一直等到大概八月初的時候才接到這一份公文 那我接到公文的時候呢已經大概只剩下兩個禮拜 就要到了他指定覆驗的期限了喔 在執行覆驗之前呢其實是要先打電話過去跟負責檢驗的人員喔 他安排時間就是你要先預約然後才可以過去 不是說隨到就可以隨時進行檢驗喔 所以我在拿到單子之後也馬上跟負責覆驗的這個場地人員預約了喔 那其實這個場地是在我家附近啦 他大概就在中立工業區裡面 那他上面的地址其實是寫的 我覺得算清楚 可是他特別會去標示說他是在養樂多公司旁邊 後來發現負責覆驗排氣管噪音的這個單位 其實也是環保局委託外面的第三方認證單位去做的一個檢測 他本身是沒有環保局的人在這邊啦 那當然他的儀器啊 包括他的檢驗其實都是有符合環保局的標準規範 所以在這邊如果你覆驗通過了 他會直接就是給你一張合格的證書 那等同於是環保局認同了這一次噪音的測試 當然如果你有不符合他規定的他也是會予以撥毀 然後在文件的準備上 其實你只要事前先預約好了之後 你需要傳真一份你填寫的一些基本資料 那傳真過去之後 當天你到現場其實是不需要再攜帶任何的文件或證件 因為他們是直接認這部車子的牌喔 到了子弟的場地之後就是把車子停好 然後他們會過來架機器 然後他們會過來架機器 檢驗的過程其實蠻快的喔 就大概是三次噪音的測試 再來就會請你填寫一些資料 然後幫你貼上這個合格排氣管的貼紙 並且會給你一份噪音檢測合格的文件 其實我個人對於改排氣管這件事情並不排斥喔 但我並不排斥的點是建立在說你的車子是那種四缸車 那因為那種排氣管改出來的聲音才會有那種低層飽滿的聲音喔 可是像MT-E5這種單缸車 你再怎麼改也不可能改出像多缸車那種聲音啊 然後你剩下就只有炸接這種功能 聲音不好聽吵就算了 還給其他的人感覺好像騎檔車都是一群 我會製造很多噪音的這種麻煩的猴子喔 所以像我這台MT-E5 我就有要求原車主在過戶給我之前 需要把他的改裝這支排氣管給換掉 換回原廠的排氣管 一來是我不喜歡那種很吵的排氣管 二來是這樣也方便我之後去環保局這邊覆驗 最後還是想要麻煩大家喔 如果你有在玩這種擋車的話 說真的如果你是多缸車 你改管好聽就算了 這種單缸車改管起來根本是只有炸接的 這個只有老名而已啊 根本不好聽 然後又一天到晚提心吊膽 怕被攔檢又要去覆驗等等的 真的是很浪費時間耶 真的要改的話 也改一支噪音檢驗會合格的排氣管吧 好啦 我是星野 這裡是星野Vlog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